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黎叔代看房 这一节目的话是我看过所有房子当中的话是价格最贵的 这道房子总价两亿七千万 合人币大概是将近六千万人币 在国内来说的话应该也算是比较贵的房子了 那这个房子为什么卖这么贵呢 首先这个地理位置是在曼谷的东区 也不是很东啦 就是比较靠近市中心的地方 叫做他的纳干路 可以通到那个拉玛哈九路的树红桂路 这个位置的话还是比较方便 然后他在这个巷子里面比较闹多出现的一个地方 然后总共进来这个小区的话环境不较不错 里面的话都是绿树成荫 有点像我们说的一种风格 很多柳树 然后包括一些喷船啊 石井啊 包括会所啊 游泳池接人房啊 都有 然后这个房子占地也非常大 这个房子为什么能卖这么贵的价格呢 在曼谷来说也算是非常高端的一个项目了 我们去详细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都不用再去弄了 这个房子对面 我们把镜头摇过来看一下 这个房子对面有一栋房子出租 出租的价格多少钱呢 一个月45万泰铢 大概10万人民币一个月的租金 而且没有家居家店 ok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卖6000万人民币的房子 门口怎么样 门口的话先是一个花园 花园旁边的话有个私人游泳池 游泳池的话也不小 而且这个树木花卉都做得不错 这个房子总共占地的话是2000平米的一个占地的一个面积 然后室内使用面积的话大概是945平米 总共有6个房间 8个卫生间 3个客厅 2个保姆房 2个厨房 我们进去看一下细节 这里的话就是房子这个主路口 主路口的话这个条高度比较高 一进来的话感觉就比较舒畅 然后这个门窗这个铁翼中间这个花卉也是 开花商Sensory他们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标识 可以体现这个比较高贵的感觉 然后进来这个里面 进来里面的话先是一个10米的条高 OK这边的话先进来的话是一个主客厅 主客厅的话是一个10米的条高 然后面积的话因为主人他把这个旁边隔了一下 所以说这个宽度的话其实还刚刚好 然后后面的话可以看到后面的一个后花园 这个后花园的话深度的话也是比较大的 做了一些装饰 来到客厅的左手边的话是一个餐厅的区域 这个餐厅的话是有个门可以直接出去这个室外的 然后空中的话会比较好一些 这样的话其实摆平和看厅的话其实还OK 然后过来这边的话是一个吸厨房区域 吸厨房的话这边有一个中导台 这个中导台我非常喜欢有这种可以插电 然后呢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搞不懂太高级了 无电充电器是吧充手机吗 这么高级在这里充手机好吧 OK 这里就是个吸厨区域 然后这边的话是有个中厨的区域 也是叫快食厨房了 因为它这个是可以格局油烟嘛 这边的话炒一些爆炒的油烟比较大的地方 可以在这个厨房比较合适 然后呢这个厨房后面我们去那个货道里走过去 这里是一个厨房 然后后面的话是有两个保姆间 一个卫生间还有一些洗衣区厨房之类的 都在这个靠近停车位的这个旁边 平常的话会有方便 因为功能比较多我们就过去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那边 这个客厅的右手边 客厅的右手边的话 应该是有 有一个客厅一个小客厅 就是平常如果是现在客人在这个主客厅的话 其他的家庭职员可以在这个小客厅这边 自己做一些活动 这边楼下的话等于是有两个客厅的 然后非常不可思议的是 这里居然还有一个电梯 两层的别墅居然还能做一个电梯 实在是太奢侈了 OK 这边的话有一个书房工作室 里面都装修好了 这些装置的话都是主人刚刚装修完成的 还没有完全弄完 刚刚做完 所以说这个里面的话都是全新的 都没有用过 然后到这边的话就有 两个卧室两个卫生间 他每个卧室的话都是在那个独立的卫生间的 这边先是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的话采光都比较好 然后这边 这边的话 这个卧室我比较喜欢 因为这个卧室的话 它有一个直接可以出去的区域 它不是窗户就是一个落地窗 可以出去外面这一个小平台 感觉会比较舒服 而且采光非常好 可以直接走去那个游泳池那边 OK 这里是楼下的一个概念 左右结合 动机相间 下面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这个电地还没弄好 所以说我们就用这个楼梯上去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什么区域呢 就这样子 门绳嘛 左右两边一边一个 是一个门绳的区域 放门绳 这个买这种房子呢 家里钱的比较多 所以说可能也是保安在哪个地方 保安一边一个两个保安 OK 现在家里的话就比较安全了 这个楼梯的话也是一个弧度带旋转的上去 很有艺术的感觉 上来一开始的话 也是一个客厅 这个是二楼的一个会客厅 所以说 这个房子总共是有三个客厅 我们先去这边看一下 上来左手边的话 先是一个 这个房间他都说是放佛像的房间 放佛像的 因为他有些人都信佛教嘛 一般房子的话 什么大脸的话 如果设计放佛像的地方 那这个房间的话 就能放佛像拜佛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先拜佛 今天发财 明天就可以再把这个房子了 这里有一些厨房我们就不看了 太多了 这边是有个次卧 次卧这个采光也比较好 而且你要看一下这边 这个他把那个停车库的楼顶 都铺了这种绿色的这种草皮 这样的话出去的话就感觉就比较舒服 做到细节非常好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隔壁这套房子 隔壁这套房子这个草地真的是 可以做半个足球场了 非常大很漂亮 你看 同样的话这边都有这个衣帽间 卫生间 都有 然后这边的话有 两个房间 两个卫生间 每个房间都有卫生间 OK 这里的话我们就不看了 这个房子房间太多了 看到有点头晕 我们先去那边看一下主卧 主卧可以看一下 放过这个客厅的话就来到这个主卧的区域 首先这边的话是有电梯可以直接上来主卧这边 然后呢进来这个主卧的话 他是把卧室和衣帽间两边都分开 我现在左手边的话是这个卧室的区域 右手边的是衣帽间 我们先看衣帽间 衣帽间的话 他这个设计因为还没有做完 我们先来看出来这个衣帽间到底有多豪卧多奢侈 这边的话应该是放 主要放衣帽的地方 这里他做了两个这种拱形的东西 不知道是怎么用呢 OK 我们直接通过这个主卧 去到这个主卧那边 这个卫生间也是非常奢侈 一干 这个洗手盆两个 再放到这个区域 然后领域的区域在里面 这边是马董 然后里面是领域 你看他这个用材非常讲究 都是那种大理石的 很漂亮 这都是意大利精口的大理石 这些卫浴厨具 这个牌子什么 LB LB什么牌子不知道 实在是太高端了 我也不认识 OK再过来看 这边就是 主卧的一个放床的地方 放床的地方 床楼是这样子的 一般我们后面的话 想要一个实体墙 所以他会做一个这种风力墙 因为他这个后面 有做一个这种彩光窗 可以直接看到前院 无敌的风景 OK 这个卧室旁边 有一个什么地方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里有做一个水龙头 我应该是以为是洗衣服的地方 因为以前我们家 就是晚上洗完澡 在这里 拿个小板凳 拿个小水盆 这里洗衣服 然后洗衣服 就干了 他说不是的 这里是一个主人的 比较私密的 一个半室外的空间 因为他这个窗户没关起来 也可以打开 然后晚上通通都比较好 可以喝杯 喝点茶 喝点咖啡 OK 这是主卧 好像 OK 这个房子我们现在已经看完了 大家感觉怎么样 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们这一期的开房节目 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的话别忘记点赞 转发并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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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